Hello,我是Yuki 今天我又再次挑戰煮菜 上一次就是挑戰煲湯 今次我要向難度挑戰 我要挑戰公佈蝦仁 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有蝦仁、蔥、燈籠椒、辣椒 首先要幫蝦仁挑腸 挑腸是因為蝦的麵道裏面有啡色的東西 現在好像我教大家煮飯 好像我很懂的 但我也是剛剛才學的 這就是豉 謝謝 除了這些菜料之外 還有生粉、胡椒、糖、米酒和豉油 那我就醃它 我想知道醃它多久 醃多久? 10分鐘 醃10分鐘 稍後可以吃氣 放好大眼睛 放進去 是蒜頭的響聲 你放心 不是你的桌子 是你的桌子 是你的桌子 打我的桌子 看來你經常在家裡幫你媽媽做的 這樣都給你看得出 然後你媽媽只是叫你切中 幫你做蒜頭 對呀!你才知道的 OK! 那我們就開始炒這個公布蝦仁 GO! 我要說明 我是沒有煮過這個公布蝦仁 我也是不敢煮的 蒜頭要不要切 好 好 什麼? 燙兩燙 熟了 還不會熟了 應該熟了 上天煮飯吃的時候 一定是 這個地方 但是不知道下碗該怎麼說 好 你覺得桌面的食材有用嗎? 有 豉油吧 酒吧 我們今天是玉琪Style 今天這個煮菜是不負責任的煮菜 大家不要說真的 除非煮出來真的很好吃 這些是否都要下酒 下少許 剛剛吃的時候覺得有點鹹味 沒有一種很香的感覺 嘗嘗味 其實上是好吃的 下雞粉 肥媽教我一定要下雞粉 這個是雞汁 嗯 一下雞汁馬上不同了 這雞粉要用來賣 好吃 我沒有說過就靠你了 我沒有說過就靠你了 出海形 加了屎X 馬上不同了 好吃 加了點口 咳一咳 大概 5分鐘 不負責任的玉琪料理 不負責任的玉琪料理 其實我今天對你為人的要求就是 是嗎 不要這樣 我們都要離身 我們是會吃光 對 我們是不可以留意吃的 登登 登 馬上試一下我的柱女座 好 我的風格是不太鹹 是不夠鹹 不過就很香 試一下青鮮 很爽 很爽 很熟 青鮮不用熟 可以吃 雖然味道不夠 我想再加多點鹽 加多點鹽 會比較好吃 希望下次我會再煮得好一點 下次再見 拜拜